暑假结束,学生收心回到校园上课 随着COVID-19疫情常态化 台北市教育局宣布新学期开始 除了学校健康中心及自主健康管理期监者 应戴口罩外,取消校园内及校车强制戴口罩的规定 如果家长有洽工或参与学校活动需要 原则上可以进入校园 学校松访戴口罩规定 但秋冬又是流感和肠病毒流行季节 就怕学生群聚感染影响教学 市府参照新冠肺炎期间线上教学模式 只要学生请假超过三天以上 家长就能申请线上学习 让孩子在家也能够透过直播教学 确保学习不中断 教育局滚动式修正防疫规定 随时叮咛学生请洗手,做好健康管理 另外针对北部出现零星本土登革日案例 校园会加强消毒工作 清除积水容器 减少自身病没纹 确保世身安全 记者邱世民特别报道